大約十年前左右 我們去開業這樣的一個產業出來 那時候這個產業可以說 對國人來說的話 算是比較陌生的產業 但是經過這幾年來 只為大家熱心的參與跟慷慨 我們已經達到疫情的目標 那在2011來說的話 我們整個產業的產值 已經達到6300億左右這樣的一個產值 那大家印象也很深刻 最近的這個APP還有平板電腦 還有我們的這些電子師等等 帶動Smart Hand Devices 的一個蓬勃發展 那也帶來我們幾個產業人 怎麼樣也跟著順利的成長 那尤其在遊戲這一塊來說的話 競爭的很激烈 但是呢在智慧的努力之下 也在遊戲這個產值呢 也達到463億左右 436億左右這樣的一個產值 那在整個 我們在電子師這一塊來說的話 電子師也帶動了整個產業呢 從我們的這個E-READING來說的話 在整個世衛學習整個也帶起來 所以在世衛的吃飯以及世衛的電腸 也達到了716億的產值 所以我們所定的目標 在所謂的20 B3 大概挑戰一個大概7天多億的產值 應該呢是可以期待的 那也感謝大家一起來努力 對於這個挑戰的目標呢 我們希望使命必打 那談到我們今天的活動 今天的活動呢可以說呢 是會集了動畫、遊戲 以及這一個我們在一直談的影音 還有世衛學習、世衛出版 整個這幾大單元把它集齊大成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活動可以說提供一個平台 那剛剛呢主持人也提到 透過我們這個主任委員三年來的更營 成果呢相當的豐壽 那尤其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平台提供了論壇 那這個論壇呢 請了一些大師來針對產業的趨勢 從技術的趨勢、產品的趨勢 到最後市場的商機 我看產業界最關心的就是商機在哪裡 那透過這樣交流的一個平台 提供一個商機的媒合 我相信呢一年一度這樣的一個盛會 大家應該是有所期待 那一年來呢我們看到呢 不讓我們過去呢好的一些作品呢 能夠持續的發揚、長大、茁壯 更有很多優秀的新的年輕人呢 他們有一些新的創意 很多新的這個作品呢 也得到評審的親愛 陸戲的有機會呢 能夠呈現在這個市場的舞台 那我們知道這個台灣呢 在軟體實力方面呢 各樣的這個文化面的這些精髓的陸戲呢 都有到世界舞台呈現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呢真的希望說 我們這個不但是工業局呢 持續的來鼓勵 而且呢其他的部會我想也很有關係 因為軟體這個實力不是只是工業 它應該跟文化 這個也有相當效益很大的關聯 我們希望呢 有一個跨部會的這樣子 持續來支持 鼓勵這樣的活動 讓我們把這個軟實力呢 能夠騙子在各個學校 體制裡面 我們很多科技大學的 也有很優秀的這種天分在裡面 等待我們去培養去滑解他們 希望呢這些軟實力呢 能夠為台灣的將來呢 帶來一片光明的這個機會 3 2 1 請用點 耶 所有內容一手掌握 行動生活 改變全球 好 請健常朋友的熱情掌聲 好了 2 1 Please show your autograph 耶 請說出你的天秤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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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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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